因为小时候经常出黑板报 所以养成了这种模仿各种字体的习惯 网友们也比较喜欢看这种熟悉的印刷题 这次我选择模仿中国青年报 为了达到一阵的报纸效果 我专门找了奥志用的这种新闻纸来书写 内容都是根据最近的新闻热点来改编的 网友们看了都表示很幸福很可靠 劝我去派出斯尔维亚